再次来到我们秋季赛 看一下大家首场比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来 先看一下王图 王图选择 西部矿山 这是逆星的标志性王图 天宫寻墓 很常规的选择 狼队这一边 看班图要不要把龙金虎给打了呢 先搬掉了美洲 这是一个新的数据了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打狼队的人都比较少搬美洲的 龙金虎 搬掉了 这样的还是 在2V当中确实变数太大了 对 他很好追分 0号选一场 那要不要考虑一下再搬一下男主的浪队 因为龙金虎是考虑被追分的 嗯 长长长长 这样追分赛道 诶 那WGM这边搬掉了千许自己的擅长王图 0号 对于宁青而言 其实虽然我们有一个外号就是0号实验场 但其实宁青在联赛阶段 或者说上一些联赛阶段 其实选出来的次数没有那么多的 两边有一张共同王图 嗯 游乐园 新墨游乐园 新墨游乐园 嗯 哎 放出来了 对 而且现在你像刘火这样的赛车 在赛场当中的登场率还是蛮高的 对 基本上啊 现在跑新墨的话就是开刘火了 对 来了 手图 都拿出了天行 诶 但是阿生带到了火鱼龙兮 对 放了火鱼龙兮 得看一下 这张图火鱼龙兮你觉得带的话收益怎么样 我觉得是没有神宠高的 因为前期阶段嘛 对 火鱼龙兮你需要经历几次成功之后 哈德又市场的发挥出来 得看他的表现了 不过手图没有用机甲 哪还是比较保守啊 试探阶段 看一下起步 逆行的起步很快啊 现在起步阶段 WETGM的双领跑 是的 雷银 一个内道直接反超 千询脱飘了 凌虹弹出来了 凌虹弹出来了 呜 这个出歪 这出歪 这出歪损失的速度很低 乙鑫 感觉下面这个弯道要被卡位了呀 大魔王的手速还是这么快啊 下来小 一顶挤到了一下 但是影响不大 千询也跟得很近 另一个弹射完成了满超 现在千询跟在了后面 这里补了一个翼之后 逆行手里捏了一个 感觉是想要在最后的台阶处 先追着 先把后续一加成给吃满 对 刺身 哇 前面凌虹的出歪速度太快了 这边弹射的角度过来之后 蹭到了左墙 阿绳也跟上 但这边逆行还想去卡路线 但很难再卡到了阿绳 但是那道再挤 挤过来 前辈凌虹一点食物不给 哎 少了个小喷 逆行2.5的差距 他还有一个意 那只能尽可能追到1秒内了 哎呦 凌虹 他这个路线太完美了 我们的恭喜凌虹 分17 身后跟他全部跳秒 而千询最后成为了那个2.15 一局三分啊 有点吓人啊 就是我指的吓人 就是你在游戏过程当中 去看领先的路线跟操作 很明显在这一张图上 他领先的其他三名选手 主要是他的出歪太快了 太快了 而且他的路线找的也太准了 其实开局上面 WEDGM拿住了双领跑的优势 只不过在第一个劲道点 千询弹射拖了 顺带着就被完美路线的连行反超了 来到后半段当中 对于逆行的这个路线掌控 也出现了失误 阿声也慢慢跟上了情况下 后半段没想到千询叫在了2秒开玩 我的天啊 那这一局是17和20三分打完 下一张图是西部矿山 西部矿山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大胆的用颜军了 还是说继续麦凯伦 颜军稍微再溜溜的 毕竟还有个老街 对 那我觉得就麦凯伦更为的合适一些啊 这一次的这个首途选择上面 没想到在滑落下海 让狼队再次拿到这个领跑的优势 就以宁清这种操作 他想不领跑都难 看一下刚才的急速时刻 就这个内线能钻过去的 一星也没弹出来 对但是他内线就露了这一点点风 就被宁清给抓住机会了 但这里的失速太难受了 被顶到之后又没有小喷 只能是一个空开淡气的速度 又掉到第四 而后半段宁清完美的路线 压制了后面的三个人 大哥 五年过去了 他还是这种操作 还是这么快 对 在经历了亚洲杯之后啊 我觉得对于宁清而言 现在就是能够提升自己更多的细节上面 对亚洲杯宁清夺冠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难免会有一种声音出来 就是哎 宁清都大满贯了 他会不会可能在后续的赛事当中 会稍稍松懈一点点 对吧 这可能是有些人会去担心的点 但今天看完手图之后 嗯 仅仅以手图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是完美的 甚至于比亚洲杯的时候 就更加强了 亦或者有可能就是 WDGM这个选途 选到了他的点上去 但是这张图很 其实挺常规的 对 这就是WDGM的一个常规选图 对 而且这也是一张常规图 你让哪一支俱乐部来跑都能跑 KZ最熟悉 对 那当然是 那就是看操作而言 确实有点太经验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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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麦可伦其实有机会 但有点难 嗯 但是2V实战上面还是要以赛车的这个优劣势来选择嘛 对 所以他们选择了偏实战性一点的麦可伦 对 对 对 这这一局 对 对 我对 这一局 对 WGM又得丢分了 阿生也是在跳秒的边缘 卡了一下气之后1.1了 林青 开局 连冲 最后一个双杀 再拐小票一下 59秒43 我们恭喜林青 又是三分 又是拉开了第二名 1.03秒 又是一个一秒 这情况 三分三分六分 两场比赛就已经六分了 下一张图又是狼队的天宫寻梦 还是他们自己的王图 是啊 选择了这种偏对抗的图 但没想到WGM 两个人被阿生 绞在了中间 千寻的千金 今天没有发挥出来 而且千寻 其实在上个赛季 我们都知道 他的对抗是非常强力的 对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赛道当中 他想要去刻意的寻找对抗 反倒是被连续的卡位到 你看几次的弹射 被弹到强 像刚才那个假弯处之前的弹射 就是由于阿生已经过来的情况下 导致了他完全没有机会再去找到路线 就感觉来到新赛季之后 千寻的这个路线判断 卡位的路线判断 稍微出现了一些偏差 连续两场图 他的对抗都被阿生给小小压制了一下 毕竟是第一天的比赛 揭幕战嘛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 这种紧张的情绪在 但我觉得 及时调整回来 面对的狼队 对吧 能拿一分是一分 六分了 你说要再调整的话 没有时间了 而且是两张图啊 这是开局的两张图 刚才的起步 起步抓机会能力 抓得太好了 一星很保守啊 第一个弯道刹斥案的很重 因为他的路线 导致他入弯的这个时机不对 对 你看这边就顶弹 把自己的路线卡没了 一星测了一下 卡了一个低速 来了 天宫许梦 四亮星黄 宠物都是火与东西 灵青这个记录 在上个赛季 我记得是差一点点 把握失误 差一点点进十四的 当时是有一点小失误的 没踩到第二圈的加速弹 起步 这一局林青终于是没出来了 这次有阿诚顶在了前面 过滴下来的 这次有阿诚顶 这个车飘起得也太早了 那自己的弹气节奏在这段路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且他又是双领跑 对 两个弯过去朗的又是双领跑 逆星的专属细节 一时又避不来 但是好像所有选手都会了他这个细节 是的 一千下台阶 顺侧留个小喷 WCWW 那进入到第二圈 这个排名变化不大了 CWW在点飘 想要追阵的有点难啊 前面选手不给失误的话 明星的记录出来了 而且前面领跑是阿诚 阿诚领先了 这0.1 不得不说火一龙西 在这样的地图上面确实强劲 确实快啊 但是这个完蛋过后已经跟记录并在急需了 怎么说我们节目战的第一张记录 要来了吗 阿诚 最后的一线不好说 还是并在急需 落地明星好像更快一点 但11分到手 我们得恭喜阿诚 那这局19分的WDGM再次被拉开了2分 现在8分的差距了 对于WDGM而言 他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上蓝图 第二上星图 蓝图或星图 这再打三四星图的话 我觉得意义很难打出效果来啊 首先就是可能会考虑到的星梦 当然WDGM还可以考虑一下上机甲 建议不要相信梦 因为现在是急需追分 对 上一上机甲 先把这8分分数给拉低 或者说直接上蓝图 嗯 星图 角色江西跟一梦青花这两张图 其实不太好写真的 而星图僅剩下绿队 以及特洛伊环城 嗯 特洛伊环城的话 前面我也看了很多职业选手发的这个蓄力未来 宁钦之前也跑了一个非常快的成绩 特律环城宁钦是打破过国服的 现在应该也还是他保持的 这局阿生也是差一点打破在天宫许梦宁钦的一张记录 跑的是真快啊 这也是不得不说在宠物的加持下 再加上细节的一些微调 能让这张图的成绩变得更快 看一下刚才的一个急速时刻 主要还是选手的细节啊 对 这边这个断空 他担心自己的单机也续断了 所以说想赶紧起飘 但速度不够 可以赶紧追分了 上难度了 他们现在想就加赛地追分 对 这前三局比赛千寻都不是很在状态 从刚才的数据层面对比 我们看到了迎亲是10分 而千寻9.95 千寻七云丹田 好 状态压在丹田里面了 得给他释放出来 需要通通气啊 来了 看一下选择的地图是苏格兰场 四郎难过纪念 那这么打下去的话 千寻的记录 后面的机甲 狼腿可以随便上 如果这一局比赛是 分数优势比较大的情况下 但是这张图 我觉得对于千寻来说 选出了自己在联赛的一张记录 还是很有自信的 还是得找找手感 但是前面的几张图图的起步对抗 还是要注意 但是宁清在经过了第一个突破后 这逆星完全跟不上了 他身稍微踩着刹车 放宁清出去 就是被队友顶到了 反倒是这个弹射之后 快速结束 上到了右墙 是的 一三二四的名次 现在宁清属于零跑 要看宁清怎么后追 想要拿分 宁清必须得把宁清给追下来 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宁清跟宁清的这个出弯 入弯的路线 以及手速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其实宁清会稍微快一些 但是宁清我们在看他的第一视角 这里弹上墙影响到拉伸 但放过去了两个人过后 宁清要继续的找到自己的节奏 而且宁清没弹出来 导致宁清的踩阿神空下车 那现在只能交给宁清了 或者说前面阿神不位了 但是好快啊 但起开得太快了 这波互相的卡位之后 再去调整路线 但是这波 啊 我看错了吗 2.6 这是苏格兰场 2.6 宁清839 这一个苏格兰场 我不信 我真不信 三连弹 宁清第二弹 不弹 快出过来 好像真的领先这么多啊 最后一个进阶过来多少 那还好 41秒17 没有领先这么多 但是 还是打破了记录 这联赛第一张记录 没想到是千寻 主动选出的苏格兰场 被宁清给打破 而且中间的这个秒数差 应该是 第一名的宁清跟千寻 跟千寻后面 最开始的那个差距 对 但是千寻追上来之后 现在只跳了一秒 想想不现实 真的 39的话 这是南波基尼 你有的时候 得相信一下自己的判断 能跑 南波基尼39能跑 但是你实战跑 还是2位还是联赛 对 我觉得不可能 真不可能 太难了 就像曾经我们看到的西部矿山 净战哥04秒95一样 比那个夸张 比那个夸张 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成绩 你要说能稍 哪个记录能比一下的话 可能就是觉得反样了38 净霸 净霸 对 当时是几个快能量 当时的这个被动也是来得非常快 来啦 看一下球迹赛的第一张记录 来自狼队明星 苏格兰场 大魔王就是大魔王 他在今天的几张地图上面的细节表现 我觉得就是我们S联赛的天花板 知道 WGM签选保持135天的记录 今天被0700.05年的微弱优势给打破了 但是我们看看比分 12分了 这个分数放在现在的这个局面上来说 我觉得接下来一张图应该就是空港 对 是空港 还好是蓝队把龙金虎翻了 这龙金虎感觉要登场啊 对 不然是闭上了 这副位不知道得负几次 就过那个树的那段路 后半段其实对于选手们来说 顶多就是客场 主要是前期有一个坦射的飞跃点 段空飘 对 坦射下去再接落地之后再立马接一个段空飘 或者说你如果说路线足够好 你可以不断光飘直接拐过去 但是那个路线 四个人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太难了 是的 而现在比赛已经过半了 打了四局之后 狼队现在已经81分 而WEDGM只有69分 领先的12分 仅顺三张图 合一解忧唯有空港 空港可能还不够啊 还得再接一个老结 对 一套组合拳了 困难再到锁几张 感觉今天的机甲 只能在最后两张图出现了 甚至可能都没有 如果说后面学老结的话 是一定要上 阿神就是复位挑战是真快啊 是的 复位完直接开弹器 还瞬间拉近了和逆行的距离 对 来了急速空港 四辆克尼赛格 珍惜一下现在在2V当中的这个用车 对吧 现在还能非常的常规的用克尼赛格 等到进入到我们solo赛当中的老干 万一再出现一张 二次出现的空港怎么办 对怎么用车 你发现很来我觉得哈利特都得用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 不知道选手们该怎么去选择 来看一下本局的起步 起步 WGM一定要尽量把零跑的优势给建立起来啊 直接被卡到墙了 阿神 但前面应该是明星冲出去了 谈也没谈好 这个路线也不对 没有办法弹射了 那留了个A的情况下 是的 也失误了 直接比阿神还要慢一些 但阿神还留意啊 棒慢出弯 不想和宁静在这段路有对抗 我感觉现在千寻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捆住啊 他的整地跑的节奏 今天是有问题的啊 他今天感觉就是想减少自己的失误 而并非说是要去对抗了 他想极限我才看得出来 但是他在一直在调整 跳起来了一下 但是这边还是能够通过弹前去落地 后面千寻也变远了 1.1了 后面千寻也变远了 1.1了 要跳秒了 有个小分 宁静又要重现了 快速落地 硬管 WCW 最后多少 1分26秒75 恭喜宁静 宁静 最后还是跳秒了 2.16 又是3分 哇 这15分了 有点招架不住啊 就是今天其实也不是说很明显的实力差距 很明显我感觉到这些选手们的状态 其实没有那么快进入到比赛当中了 但是只有这个男人他一直在状态 这个大谋啊 他好像不需要是一个赛者 他已经跟我们S联赛的这个舞台融合一体了 那现在老杰莫高窟 我觉得只有老杰了 老杰的选择率大一些 第六张图 没有退路可以啊 要不就劲走面 选心 选心苦 选心苦我觉得可以 绿野逐风 其实刚才看下来 如果说能完整的跑完 跑快一点 绝对能拉开分数的 是 这局年轻也是1分26秒75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还有两张图 能不能够追到加赛 嗯 15分 难 我们连赛场上不缺乏奇迹 是的 但是在苏国篮场和极字空港跑完之后 可能唯有悬念的就是这个老杰公帝啊 因为老杰公帝 在比赛场上面出现过一个 就是撞下去的情况 阿康嘛 啊 但 嗯 如果说老杰公帝的话 那基甲得上了 对吧 哈雷特肯定得肯定会上的 嗯 颜均加哈雷特 对 那如果说不选老杰公帝的话 就绿野逐风 我觉得这种星图可以试一下 是的 哇 这逆星是起雾 啊 这逆星是直接撞到左侧去了 他是被逆星带到路线了 还连带到了 逆星 逆星也是有了失速 15分 这15分 WEDGEM想推翻盘真的有难度啊 来吧 看一下 怎么选 老杰公帝 哈雷特 千询开到了哈雷特 那起步 这点是可以压制住狼队了 这个起步一定能够压制啊 这哈雷特在超异的情况下 那包领跑的呀 包领跑 但是千询 稳定性给发挥出来 是的 先看起步 逆星 而且逆星得充分 表现一些他的角度能力 必须得角度 不然这个分差其实不会太大 对 这次的起步 千询直接拉开一秒 没钱上了 逆星和逆星两个人的路线重叠 让宁清在这里磕磕绊绊 是的 而且宁清调整回来了 还行 前面要看千询了 这张图想要引真的 千询这跑得最多快啊 但是阿生的这个严均 拉近到了0.4 真的快 这是阿生的瓦土 一段拖接过后 阿生似乎有了撞墙 哎 千询没有氮气 这边不太大 是个绝对 这一个人的绝对 那些绝对 这个人的绝对 是个绝对 这样的绝对 这个绝对 这一切 这个绝对 再一个绝对 这个绝对 这个绝对 黄泉 也已经反超了一星 哎 一个大投票 前面要看千群 千万不能给到十五 这个拖接 刚才千群就其实有一些科半 但是这一次 平稳的过来了 眼圈还是给到一些小食物 0.5 感觉阿深能反超啊 快速一星 这个拖过来挡到了 那这样我们还是得恭喜千群 哇 这一波还好是千群顶 这是压在了前面的千群顶 这个路线 正好挡住了 不然十一分没了 这我觉得对于狼队来说 省了一辆哈雷特 那在地图的选择上面 WEDGM就范围更小了 可能他们也就是想要通过这辆哈雷特 看看能不能够创立起步的优势 起步肯定有 就是想要看能不能尽量把优势给扩大 前六张图结束十四分 哇 那一局要追这么多分 我觉得有难度了 甚至 不太现实 真的 有点难但是还是得尝试 但是说意外性的话 也就只有一个 莫高窟了 莫高窟难度最大了 嗯 每周也半掉了嘛 那星途上面的选择 如果要做考虑的话 其实刚才提到的绿野 只有绿野就是这么多 好 先寻这把哈雷特 跑到一分三十三到一四 嗯 失误真挺多 两圈全部都是在脱接 过来之后出现的失误 对 今天先选的失误率 确实是蛮高的 嗯 本定得分的宁清啊 除了十一就是十 没跳过秒 嗯 起步被卡到了 之后宁清和宁清两个人 就不断的在这里路线上面卡位 阿森也是有给了大事物的 哎呦 这挤回来了 把自己路线又再次强行搬正 哦 最后一个意思 哇 这路线刚好被挡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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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刚才少蹭了一下加速带他提前出来了 只有一个stop单分啊 对他只有一个单分的情况下阿生还是在领跑位 这个11分拿到最后一段点票我们得恭喜狼队 一分36 拿到2比2第一大分 比赛打到中途的时候领先15分的时候 其实这个悬念就不是特别的大了 是的 但对于揭幕战而言我觉得狼队是打出了他们自己应该能满意的一个打卷了 而WGM他们这个组合上线不止于此 只是今天能看得出来问题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有收获的 对 我觉得对于狼队这个揭幕战来说 这个2V的得分 明清没有下过10分啊 不懈可击 你想要从他身上占到一些便宜你只能重现 而且你要知道在打完了三张图之后 都是 WGM选择图 真正选择的一张图就是天空雪梦 7张图只跑了自己一张自己选择的图 而且拿到了 你一直占据优势嘛 嗯 而且明清这个稳定性 又快又稳了 那我们还是得再一次恭喜狼队拿下第一大分 那接下来压力要给到道具赛了 再次恭喜狼队取得了2V比赛的胜利 那同样接下来将会进入了2V结束之后的道具赛 这个道具的话刚才看到了首发 嗯 老朋友重回赛场 当然也有新的转会 是 1分36秒整 阿森今天的2V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嗯 算是属于他的常规水平 但就是因为他跟明清两个人的组合 他们的分数能够足够的稳的同时 两个人能尽量的多的去充现 那这分叉慢慢的就打开了 嗯 看一下 今天WGM只有一次充现 在老街工地驾驶的哈雷特 嗯 而其他局都是狼队宁琴和阿森完成的中线 是的 宁琴冲了4次 阿森两次 千许一次 宁琴今天在后绝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跟阿森也好 跟宁琴也好 他的 他们 这么说吧 宁琴跟千许两个的对抗整体 都是不够于下风的 嗯 所以导致他们后续想要发力往前追 去拿下这个11分是相当之困难 是 起步他们很难占据到优势 这情况登梦前期 第一个完蛋逆行是出来了 但 拖飘了 这里也是拖飘过后 又没有走上上面 所以这速度太多了 还好 所以 宁琴的速度主要是那个拖飘 MVP 回到宁琴 领跑无风 在本届2.23年秋季赛的S联赛当中 明星 揭幕战四次重现 一次记录 这10点57的均分放在这里 真的太烦了 好 好